有關於NCC在前天晚上 在他們任期的最後一個禮拜 通過了望中并購中家的這個案子 我想我們黨已經表達我們最深切的遺憾 那在昨天立法院呢 又通過四位相當具有爭議性的新任的NCC的委員 我想我們民進黨也再度的表達我們最深切的遺憾 望中 NCC通過望中并購中家案之後 既然望中在昨天經過一夜之後 他們竟然完全無視於NCC通過這個案子的附帶決議 公開的表示說他們不會賣掉中天新聞台 我想這是給NCC這個獨立機構一個最大的侮辱 那也讓NCC的公信力蕩然無存 我想經過望中并購中家案之後 這個等於是說財團跟政治的黑手我們全面投降 我們除了表達遺憾遺憾再遺憾 那我們真的要要求馬總統 你在這一次的臨時會 你以黨意凌駕在民意之上 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 他的一個獨立機關 能這樣這麼沒有公信力 整個威信已經是蕩然無存 所以馬英九希望你能在NCC這個委員的事情上表態 然後在望中并購中家案的這個事情 應該要要求過程都應該要能公開透明 而不是在經過八個小時的密室會議之後 只給國人一個書面的交代 昨天望中可以公開的表示說他們違反NCC的決議 附帶的決議 附帶的條件 他們拒絕出售中天新聞 我想這個某種程度 我們也要在這邊呼籲 是否是因為這四位新的委員要上任了之後 讓他敢於在昨天公開的表示 他拒絕了NCC所提的附帶條件 所以我們這邊除了我剛剛要呼籲馬總統之外 我也要呼籲這四位新的委員 包含14號新任的主委 千萬不要淪為望中的護航團 請頂出西班 請坐下 請坐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